提到六四 不少人脑海中会浮现那张孤身党坦克的照片 拍下这一幕的前美联社记者韦德纳 日前对媒体表示 血腥镇压中国民主运动的中共政府 应该承认错误 1989年6月5日 身为美联社摄影记者 和图片编辑的韦德纳 用相机记录下了历史一幕 一名身穿白衬衫 手拎塑料袋的小伙子 只身站在四辆列队的坦克前 这画面被成功定格 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这张坦克人照片 也成为8964中国民众争取民主 却被中共血腥镇压事件的标志之一 北德纳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天安门事件不会消失 中共政府应该公开死亡和失踪者名单 对他们的亲人有所交代 让痛苦不再延续下去 至今 韦德纳仍惦记着画面中的坦克人 和驾驶坦克车的士兵 美国民权团体公民力量 把这些士兵也称作英雄 因为他们认为 在中共屠城的死命令下 这些士兵可能出于良知而拒绝执行任务 对于能成功记录这一历史画面 韦德纳认为是运气 因为当时他被飞来的石头砸伤了头 又患上重感冒 所以拍摄时 快门速度只有三十分之一秒 在拍下的三张照片中 只有一张拍摄成功 但这张照片 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一笔